新鮮檸檬 相極是通通切成片狀 再加上少許的薄荷葉 然後通通丟到玻璃罐裡 最後放入冰塊及開水 冰鎮一下子之後 就成了富含維他命C的 美白水果水 葡萄柚 蘋果 檸檬 各約半顆 切成片狀或是丁狀 裝罐 然後加水 再放到冰箱裡頭 等30分鐘 號稱能夠增強免疫力 看看水果片在冰水中載膚載成 再加上顏色繽紛 讓人心曠神怡 喜歡喝百開水 更不喜歡喝室溫沒有味道的水 所以這個會讓我幫助 我每天可以多喝水 之後補充維他命C 而且它沒有糖分 它只有自然的水果糖 這是從國外紅到台灣的 玻璃罐 水果水 又有人稱為是維他命水 或是排毒水 以各式各樣的水果做搭配 號稱有不同的效果 喝得到水溶性膳食纖維 以及維他命 但真的有這麼神奇嗎 營養師有不同意見 泡在水當中的話 的確是可以釋出一部分的 水溶性的維生素 但是只是說這些水溶性維生素 是不是都能夠百分之百的再釋出 其實我們並不是很確定 不過如果真的想要喝這樣的水果風味水 營養師也提醒 除了外皮清潔要加強之外 要選擇有蓋子的玻璃罐裝 因為水果融出 酸性或鹼性的營養成分 如果是裝在塑膠或是金屬容器當中 會有腐蝕的疑慮 另外含量體質的人 也不適合喝太多的冰鎮水 最好的方式當然是直接吃水果 才能夠確保攝取到完整的營養 記者謝郡仲 張宏泰報道